我们这个片的特效镜头一共2400个 我希望观众最后一位都看不出来 我希望特效做得越真实越好 特效的困难是找不太到参照物 近十年之内没有一部电影 出现过这么多火车的景 基本上70%左右的画面全都有这个火车 实际上我要把火车的各个角度 它的特征要表现得非常非常充分 这样的片子更没有 我们重接了这一部分难度都非常大 我感觉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部电影里边 其实最大的难点在于拍摄场景的一个还原 把整个场景去还原 在这一项是一个难点 在火车上非常惊险 这些镜头给观众肯定有比较震撼的感觉 进行了大量素材的拍摄 三种多月的时间 每天大概能往公司传送 大概有几十个季 把这个三变的环境 和失拍的这个静止的火车融为一体 最终做到非常真实的一种火车运动 穿梭在大地上非常好的效果 在我当时弄剧本的时候 我就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要给我们的观众 呈现一些观众没见过的东西 火车的碰撞 还有就是巨大的大桥的倒塌 在国内做过类似镜头的团队 几乎没有 火车碰撞这件事 一定是一个有难度的 和很难真实的 我呢反而是想挑战一下 很多东西是可以用特效做的 但是呢在剧烈撞击和运行 它本身的重量感是非常难计算 所以说我们需要拍模型 我们用了四个月时间 把这两个火车头和车身 都做了一比四的模型 非常逼真 我们在实拍这个物理模型 有什么好处呢 它都是真实的自然光影关系 但是还有一些镜头 还是要听我们数字特效 去给它弥补完成 动用了大量的计算机的这种解算 去解算这个动力学的相互的碰撞 包括车体的脱轨 轨道崩开之后 对尘土和枕木的破碎 其实很多好莱坞的大片 它是实拍跟特效结合 这么才能呈现很好的效果 导演在一些特效镜头的 大的整体把握之外呢 它还特别重视一些小的细节 实拍的一个火车物理模型当中 本来原有的素材里边 会有一些崩起来的小尸子 那么我们在合成过程中 可能一秒小心把它给漏了 它就会重新再把它找回来 我们也同样做了这个大桥的模型 我们提前做了一些机关设置 让它比较容易塌 相当于在画面的核心部位 你看到的是完全真实的 其他的背景和延伸的部位 它是用特效去补充去 世界冲击力以及真实性相结合 最后展现了一个非常 类似于灾难大片的 一个非常震撼的大桥火车 爆炸潭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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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